答题开始 请说说含有动物名字的动画片的名字 哦 这个我知道 喜羊羊与灰带狼 小猪看起来 这个我知道 小羊肖恩 我出了海绵宝宝 哈啦 老师 你说的不是动物的名字 海绵宝宝不是动物 你要接受惩罚啦 川小羊羽 这海绵就是动物 如果你不相信 那就喂喂小精灵呗 海绵是最早最原始的动物 嘿嘿 我就说吧 我说的没有错 大家都猜对了 讲运人一个大毛 哇 第二集 小学生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 嘿嘿 是 大展派对 最喜欢的应该是 红瓶精英 我也知道 最喜欢的是 迷你世界 我也知道 同学们都喜欢玩的 和瓶精英 看样子 大家都很了解小朋友的呀 回答正确 下一集 说出含有绿色蔬菜 不是 那我就 这我最不喜欢吃蔬菜了 这都是有什么呢 老师消失 小精灵 你干什么呀 为什么要让老师直接消失呢 哼 只要回答不上来问题 就要消失 什么 你这样做 是不是太过分了 有什么过分呢 下一题 下一题 还有带花的刺刺成语 鸟里花香 花神月下 我都没有学过刺刺成语 可是现在我也不会呀 竟然消失 啊 嘿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小精灵 赶紧把老师和小语放出来 对呀 快点呀 哼 放出来 门都没有 其实呀 我不是小精灵 那你是谁呀 我变 今天是不是独狗啊 快放了我们 好呀 我有三道题 你们要是答对了 我就放了他们 但是只要你们答错一道 就要和他们一起消失 什么 你问吗 动物王国什么最容易摔倒 什么最容易摔倒 小男 快想啊 嗯 什么 哎 这也太简单了 不就是狐狸吗 因为狐狸 狡猾 恭喜你 回答证据 第二题 呃呃呃 下一句是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 是 去笑笑天歌 回答正确 这题是 三乘五加三等于多少 这是什么呀 三乘五加三 这是什么呀 这等于多少呀 要不然猜不出来 我们就要一起消失了